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率团抵达台湾参访 第三天他的行程是搭船游高雄港 他表示高雄港的天然条件很好 两岸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不过他所到之处抗议群众仍然是如影随形 码头旁边还有本土社团的车辆 不停的播放反共歌曲向他表达抗议 而到了下午呢 陈德明是到台积殿的南科厂区去参观 但是台联台南市党部号召群众向他抗议 还焚烧止船表达不欢迎的立场 市党部主委陈昌辉更是做出了企图要自焚的动作 立刻遭到警方制止 抵台第三天中国海协会长陈德明搭船游高雄港 受到首波寒冷影响 高雄上午气温降到十多度 港边海风真正吹 陈德明一下车明显感受到寒意 随后在海济会副董事长高孔莲 台湾港务公司董事长肖定讯陪同夏 搭船游港听取简报 还登上甲板进揽高雄港检塞 但港务公司特别指出 两岸直航后受到其他港口瓜分 总量减少 且国外十大航商中转野兽线 高雄港冲击相当大 由于前一天上午 陈德明抵达高雄 遭到民众丢物品抗议 二十八号一早 警方在高雄港四号码头旁 提前部署 防范群众抗争 并会出现激烈冲突 不过到了下午 陈德明转往台南 参观台积电南科厂区 台联则是号召群众抗议 甚至焚烧载满人民币的纸扎亡船 象征驱离中国温神 不欢迎陈德明 抗议群众遭数百名字力 沉沉包围 火势很快被扑灭 台市党部主委陈昌辉 却是毅然一体 泼洒全身企图资焚 遭警方和台联人士制止 说信需进一场 威尿成大祸 记者李传陈显坤 高雄台南报道